嗯机器上面的红色红色的固定件都拆除过后啊机器上面红色固定件都拆除过后这里呢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摇柄呢是条机器宽窄的啊这样机器宽窄的啊然后呃这里有个照明开关这个是机器内部的照明开关啊 然后这里还有三个开关然后这个是pc电源这就是电脑电源这是整机电源开关啊这是手动运输这个手动运输的话一般情况下是用不到的这是特殊情况下假如说呃软件上不能控制运输了你要你要用然后你就可以开这个啊这个一般情况下在正常情况下千万不要开这个开这个他会报警啊会报警啊 然后就说如果说你是呃他定时开关机的话定时开关机的话你这两个开关都不能关都不能关你如果说外部电源开关你关了的话他时间日时间到了他也开不了机好吧就说这开关这开关不能关不能关啊 还有一个情况是特别要注意的啊你看这里啊当我们打个比方我们现在是非正常的情况下 假如说你正常情况下过板的话你这个倒爪子应该会往下降的啊降下来啊降下降下来过后他这块板就会在这个倒轨下面然后就说如果说你出锡炉的话啊这块板就会刮这个爪子啊啊啊就是啊就是如果说你要出锡炉要锡炉要出去保养的时候你这个锡炉一定要降 一定要降到底降到底降到底过后就说这个锡炉出去能够完美的出去不能碰到这个爪子不然会把爪子直接刮坏然后在后方 在后方这里这两个相位的这两个相位的它是锡炉上下线相位当锡炉上到这里的时候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上不动了下到这里的时候它就下不动了啊还有一个嗯 机器倒轨倒轨的傾斜度它是在哪里调来调后段是调这个手柄啊 调这个手柄这个手柄这样转它这个套筒就会动就会上升下降知道吧啊 然后调前段前段就在这里就是说你定好位过后如果说跟接波台跟插间线还差一点点高低的话也就可以经过这个微调一下 跟前段的线体完美接上